天父的孩子,今天都好吗? 谢谢上帝让你陪我一起灵修 约翰福音17章22节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 你知道吗?身为天父的孩子,你身上有上帝的荣耀 当神造人的时候,诗篇八章五节记载着 上帝赐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 在这节经文里,冠冕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动词 pronged,意思是像光环一样的包围或者环绕 换句话说,神的荣耀就像衣服遮盖人的身体 亚当在没有犯罪堕落之前,整个人都是被荣耀的光辉包围的 闪亮亮的,但是当人类犯罪违背了神 人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但是当耶稣降生,主的荣耀再次降下来 33年后,耶稣上十字架前对天父说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 在十字架上,耶稣带走了我们的羞愧 把祂的公益赐给了我们 恢复了上帝曾经给人类的荣耀 荣耀的希腊原文,其中有一个意思是 超自然的好评价 让人忍不住的想要赞美 起了敬畏的心 所以当我们恢复了神的荣耀 我们会开始感觉到自己是值得称赞的 可敬的 光荣的 因为天父给了我们超好的评价 当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 你就是举足轻重的人 别人会发现 当他们和你在一起 就会重新得力 而且你说的话 对他们有影响力 神的荣耀已经在你的身上 所以今天 神要对你说 兴起 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 照耀你 即使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 他的荣耀升起 照耀在你的身上 你的眼睛要发亮 你的心要高兴 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 必转来归你 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 只要你相信 你身上有神的荣耀 就会发现 财务兴盛 关系良好 健康得胜 也都正在发生在你的身上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做今天的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又为你复活 赢着耶稣的血 天父已经赦免了你 过去 现在 未来所有的罪 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 你已经因性称义 永远得救 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必因性得生 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被受恩宠 永远记得 天父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在哪里 天父爱你 接受 周り 到晚点 但 通过 梦 vient 碎 辣